大家好,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法庭《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今节有我许杉 还有我们纽西兰的义德sir,义德台仰 大家好,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为什么今节要找义德sir呢? 因为义德台仰受过一段时间的格斗技和自卫术 所以找他来说一说,今次这一宗法庭新闻也挺过人的 我们又很差,我们看到他们这样趴在那里 我们又笑得这么开心 还说,有没有搞错啊?趴地红? 哈哈哈哈 红猫是什么颜色? 黑白色的 没错了,他们很喜欢穿黑衣服的 黑衣服,白衣服,白衣服,白衣服 有些换了衣服,转装 拼起来就像是红猫 趴地红猫了 是的 可能没见过日本的公仔很有趣 趴地红 哦,那一只?也可以啊 是的,就是趴地红 虽然现在是热潮过去 突然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想,挺有趣的 你就想起趴地红 这宗案件在法庭审讯到一个断诺 看到官就说对于将这帮黑衣服 反绑双手,面向天,面向地 唯有这样 哦,就制服了 那臉贴着地红 那不就能闻到地的味道了 不要紧了,是抗争的 对,对,对 我们也可以就着这张照片 我们稍后再讨论一下 当然,我们不是批评法官 或者说他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就说 现在这个场面 似乎有些客人 令人不安 当然看你个人的反应 我跟台湾见到的时候 就趴地红觉得很好笑 照我好快欢笑 没人看到反应不一样 没错 不如我们讲一讲案件是怎样 我们接着再讨论一下 这个趴地红究竟是否有这样的必要 因为当然法官对于那帮黑暴友 他们的作战模式 或者他们那帮人 是超乎常人的心理质素 而且有一句话说 人一黄老是什么 老是什么 最喜欢 没有个人是什么 没错 还有一个叫黄诗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诗带的诗 其实用回思考的诗就好些 思考的诗 思考有一个比较特别 应该说很特别 是难以捉摸 有时你 你这样想的 你是超乎了你的常理 在2019年6月打后 竟然出现了这些情况 其实我们都可以很简单地看到 正常来说 也没有人那么傻 他们今次这一堆有 其实是理大围城外面的围艺救照 响应了一些冷气军司所说 很多人都走出去 今次这一单其中有三个被告 分别18岁、19岁和25岁 他们否认了一项控罪 指控他们这三个粉柄 就在2019年11月19日的时候 就在九龙的七岩道南 天文台道和金巴里道 金巴里街 或者还有加拿芬道 金马伦道 厚福街那一带 就参与了一场暴动 而他们这一次被捕的范围 我们看到这个帕底虹的天台 就是在厚福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厚福街 浅浅地在尖沙咀那边 其实我和台阳的印象 我就吃饭了 不太特别了 我不会特别留意那带 多数去那边就饭饭吃吃 因为那条街里有很多好东西 没想过竟然有一场激战 确实是这样 一行似乎 好像做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 事实上他们的确实犯了严重罪行 每个人都摊在那里 要他们拍到 那我们说回这些人 算不算是 混蛋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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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构极埋卖 五男六女被捕 有一部分 接下来再审 那我们先说回 这三个小伙子 当时穿了黑衣服 黑衣服 对吧 对 所以推论他们 应该是曾经参与这个暴动的 不过法官很有趣 他就说 咦 未必那么同意 而他们走 或者奔跑 未必一定是畏聚而逃跑 可能 因为当时社会的动荡 而不信任警察都有 示威者 也不一定是穿黑衣服 或者衣着颜色 可能是基于个人喜好 或者可能是向政府 发泄的情绪表达也可以 也不一定是参与 不满政府穿黑衣出来宣洩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不一定是参与非法集结的 不过你可能听到这些 不要搞错 法官这么说 是 不过 法官就再继续 引用他们很崇拜的这场 鱼蛋暴动 勞建民案 他们在终审发院时候的上诉案例 这些人 我们要看看 虽然说你们的衣着 可以说有机会 不一定是 黑色就在哪 黑暴 西门子母 喜欢说人家是什么 小黄人 穿黑衣服 还不是黑暴 要拍人 要拍人的照片 法官也说了 不过 就要看他们 当时被拘捕的时候 身上有什么物品 例如第一被告 他身上有黑口罩 生理盐水 另一个女生 有防毒面具 牛仔褲 索带 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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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鉴 生理盐水 口罩 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被告 都是有生理盐水的 林冠说 平常人都不会带这些物品出街 所以裁定这些人都是示威用的 应该暴动 接着说 辩方又说 他们可能是路过 可能是想来见证历史 如果来见证历史 弄成做趴地红 挺有趣的 对 为什么呢 还在帮他们兜 会不会是因为警方掃当行动 很害怕呢 害怕到走到堂楼上 然后被警方抵上去做趴地红 当然了 官都说明了 他说不行 没有证据 你这样说 相反 政府和警方已经在案发前 不断呼吁那些人要远离 游尖旺 如果你知道那里 维艺救治 搞到九万多人都在那里 又不愿走 又在那里 随时想动手 刚才我提到 半夜三更 你们游什么水 同样说 游干醉就可以了 凌晨四点了 凌晨四点 凌晨四点 没睡觉了 对 见证历史 有什么历史 在凌晨四点发生 老实说 帮我说 帮我说 这就是他们的历史 做趴地红 他们成为了历史的部分 对 现在是 哇 正啊 历史怕地红 好 再说一下 官都说 附近 那么多的障碍物 也有暴徒 示威者 在扔汽箱油多弹子 如果一般人 就算你是来见证历史 你都知道 这里明显地 是发生着暴动的 所以这宗案审的时候 不单只引用了 鱼弹暴动里面的盧建文 还有引述 赴汤道火案 例如 一个人单纯在这个现场 并不能说一定是犯法的 不过 如果他现身在这个地方 鼓励和支持其他人暴动的话 他都可以算是被视为协助主犯的重返 所以为什么这几个粉柄 现在是裁定罪成呢 再说 也没有合理的理由 或者有什么需要 要逗留在这个现场 就算好像义德sir那样 有一定的训练 我想问一下 唐颖你能否有胆 还留在那里呢 我不敢 做什么 就算有训练 为什么要留在那里 危险的地方 是不是 警方也要全身 你不可能 跟警方打过 你才会留在那里 所以这些人 真怪的 再继续说 所以裁定他们 并非路过 也是蓄意装备自己 是的 所以很肯定 他们就是逃避警方的追捕 就走了上这个堂楼 林冠也强调了一点 就是这些被告 可以叫声都不出 假如你是无辜的话 你被警方捉住 就说无辜的 路过怎么捉我 你身上带了所有的工具 Gear 它叫Gear 我白装路过凌晨4点多 公官不相信 是的 好了 回到我们的重点 今天将这些人一网成铐 戴上厚福街 在镇大的天台 恭喜 恭喜 刚才我们提到 凌晨4点 所以看到一些小灯 在照着这些人 帮他们照着 帮他们 很好笑 我们回来说 辩方也帮他们说 案发当日 搞着搞着 搞到凌晨5点 都没有作出一个 跟他们说正式的拘捕 不过就将他们全部反绑 将这些友仔和命令他们 趴在天台 接近一小时 又说 律师怎么说 一般人遇到这么严格的对待 所以二致都可能会受损 而变得软弱 还说 第二第三被告 都是一些经验不多的年轻人 甚至第三个被告的时候 也都很服从地 回应了警员的查问 第二被告 还回到警署之后 还依着警员的吩咐 拍摄还原的照片 即是穿回那种暴徒衣服 有些什么就做出来 我听到觉得很厉害 那不是应该跟警方合作吗 是对的 照计是应该跟警方合作的 合作也不代表他们软弱 是吗 是的 我觉得奇怪 难道他们说 挣扎 我不拍了 不关我事 不要逼我 我不拍了 咬人 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还不合作 已经被拘捕了 究竟他们的意志 有没有软弱 不过很厉害 这群年轻人 真是洗脑洗脑 都很害怕 很厉害 一声都没有吭 没有说他很可怜 妈妈 完全没有 总之叫你屁股向天 面向地 趴着 好像一条鱼 我看到这张照片 除了想起趴地虹之外 我想起日本 日本捉地 有些鱼 有些鱼 哪个来买 南旗吞拿 那些拍卖 那只肥 切一分肉出来 看一看 切完一分肉 好像鱼回去 好像鱼回去 看肥不肥 切南旗吞拿 那些鱼 很过瘾 但当然他们不是拍卖 我们继续再说一说 官说对于这个画面 觉得有些不安 就是有什么严苛 那我们回来再讨论一下 主控官的解释是怎么说呢 就说 觉得天台 台阳可以给一些意见 因为觉得围栏的高度不够高 所以在场的指挥官 基于安全的考虑 才命令这些人 这样趴地虹 并非用什么高压手段 其实这样是合理的 我这样看 就觉得 是有他的道理的 为什么他会说到安全性呢 就是万一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 当然被拘捕的时候 可能会突然挣扎 突然挣扎 在天台上很危险的 一个不心就跳下去 因为之前试过 看到吗 沙田的天桥 是的 沙田的跳下去 幸好那次阿sir抓住了手 还有另一个 一次是在商场内 商场无端的由上面那层跳了 到下一层 他的逃跑的时候 他被警察追捕的时候 他由上面那层跳了到下面那层 跳到就摊在那 所以我相信 警察的考虑就是 防止他们突然发神经 然后跳下去 我担心 因为官就说 我们看看画面 警员的数目是足够的 应该能够压制这群黑暴人 会不会做过激反抗的行为 我刚才说这群人是超乎常理的 他们会不会等待 假如他们不是趴下 因为你这样趴下 他们的活动能力和范围就会低很多 假如台阳就说他们站在那里更加喜欢跑去哪里 就算叫他们跪下 他们都可以即时跌起身 就算叫他们蹲在那里 他们都可以即时彈起身 万一突然说我要做梁烈士第二 I believe I can fly 中恶律母很大 要背锅 警察也要背锅 他们是不怕糟糕的 因为他们会不会受到刺激 又或者本身情绪很激进 很激烈 所以才会参加这些行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警方要求他们这样趴下 就真的很合理 很搞笑 然后我们不知道应该很生气还是好笑 他们现在觉得生气 我就觉得很好笑 有一部分的相片拍出来就不太好 所以就拒绝接纳成为情堂的照片 笑死我 其实挺有的人害怕 刚才我们提到的 十八十九和一个是二十多岁 很小 如果这么小时 抗争的意志 是这么高昂的 整个小时 小不低头 我臉不会碰地 你不用逼我 我要扭着脚 这样也有 如果我们读书 这么有决心 这样的决心 一定是 要扶着A 狀元也要你做 你做帕李毫 拿到A也要A- 我们可以再讨论多一点 如果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的篮杆 假如有一个黑暴 他用一个极速 这样跑出去 那个栏杆 假如真的双手摆后 他都应该 够那个冲力 做空中飞人 绝对够的 绝对够的 是吧 我们现在在这张照片 看到警察不是少 是多的 但万一其中一个 做一些很激进的行为 那时候 这么多警察 都不一定可以制止得到 真的 你看到那些警察 就算你人叮人一对一 当有一个 发神经地跳下去的话 其他那些人又怎么样 那个警察当然要立刻冲过去 要捉住他 其实那个警察也有危险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为了确保 不要发生任何突发的意外 那PASA在那里 真是合理 还有可能会扯散了 那个警员 监控他们的那群人的范围 如果突然 突然有个UFO 那些人的警员都看过 那个帅人都看过 木村托灾 其中一个就飞下去 这样就赶不及了 这样的大人 没错 蹲在那里也不行 因为蹲在那里 整天一弹起身 又可以立刻做空中飞人 趴在那里反而 难度更加大 因为他首先要隔起身 你一隔起身 就叫你趴下 但如果你蹲在那里 他一弹起身 对 你垮起身 你趴在地上 除非你做的那些 像是一条腸子 一绿废柴 一绿废柴 所以看到这些 再者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你也知道 那些人 不知道四方八面 哪里攻过来 一会 弹射 弹过汽油 弹上半空 炸下来 还可以 是吗 那时候如何控制这群暴徒 不知道哪里射进来 更糟糕 所以我认为警方迫与无奈 你猜他上去吗 我认为是 突然间人手方面 有什么不够 或者有什么突发的场面 这么多个暴徒 他们这群人都痴痴地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 什么苛窄太多 我觉得都是迫与无奈 虽然 虽然警方 叫他们做了 拍资红之后 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突然间有些事上来 你就很难反应到 是不是 义德尔 没错 虽然法官对警方 要他们这样做 都有一些 深微的批评 其实就 而且也希望 执法人员要警醒 要重视疑犯的权利 反而我自己并不是太认同法官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实际原因 不是说要羞辱他们 是怕他做空中非人 是怕得到其他人 神经病 他们这群人都超乎常理 正常来说 当然是怕低的 或者刮刮地都捉了 还要那么厚硬 其实那群人厚硬才是最得人害怕 都是的 没错 这群人完全不害怕 去到这样的话 不知道还有多少青少年 应该是不多 应该是没有的 这群人都是2019年正下来的案件 希望 好了 我们这次先说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看判刑之后 再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多谢义德sir 拜拜